好 那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然後還有一分鐘 那大家如果等一下對爬蟲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先把問題先打在那個對話框 那最後面的時候或者等 主講到一部分的時候回頭來看 那個對話框的時候再做QA這樣子 好 那我先維護那個品質 我先把那個大家的麥克風先關起來 那如果中間有要發言的話 麻煩再自己打開麥克風 好 那我們十點半了 我們就請那個阿琳大幫我們做今天的主講 這樣子 好 麻煩阿琳了 OK 好 大家好 那我是阿琳 然後這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就是 用一個爬蟲框架來 來這個角度來了解 我們怎麼寫一個爬蟲程式 跟我們會遇到哪些問題 然後為什麼跟為什麼要用爬蟲框架 就是因為其實應該大家都攻略過蠻多次 寫爬蟲經驗都是用Request去做嘛 那可是Request也可以做 可是為什麼我要用爬蟲框架 那我會以這個角度來說明這件事 那首先我會先用這個我自己寫的一些筆記 然後做講解框架的部分 然後有一些筆記沒寫到的部分 我會帶大家看一下官方文件做補充 好 然後之後呢 我們的流程 最後我會demo一個實際的範例 那不過因為我怕我抓的網站會涉及到一些問題 就是可能在demo範例的時候 就是可能錄影要先關掉這樣 OK 沒問題的 OK 好 那我今天從頭開始講 好 那因為現在爬蟲很夯嘛 就是因為我們big data的關係 那一開始我們可能沒有原始資料 那我們就會需要爬回來 那其實爬蟲算是資料探勘的其中之一而已 就是資料探勘的部分就是我們爬回來之後還要再分析嘛 然後甚至是做到搜尋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是針對就是只有爬資料回來這件事做 因為其實每個主題都還蠻大的 好 那一開始我覺得 一開始要先看一下注意事項 因為我們就是我們爬的別人資料 我們可能會涉及到一些假說法律問題 或是不會把你的社本弄掛 那主要針對這個議題的話有可以分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必須要遵守遊戲規則 就是我們要看它說 它會告訴我們到底要怎麼爬跟我們必須要遵守的規則 那會寫在這一個答案裡面 Broadverse的存文字檔裡面 然後等一下會解釋一下格式 然後還有另外我們要處理的就是我們的併發的數量 是因為我們會發request的嘛 那尤其我們寫JS的話 我們JS是非同步的 所以我們很容易就會寫出一個併發數量很高的request的層次 那這部分也是需要被管理的 那還有發送頻率的部分 發送頻率的部分通常它也會定義在我們的遊戲規則裡面 那它可能會寫說我們可能30秒程發送一次request等等 那如何做到這件事都是必須要就是用一些框架來輔助 不然就是必須要自己去刻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用爬重框架的原因 因為其實我們爬一個頁面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發一個request然後分析裡面的結構 然後出我們要的資料 可是實際上你把事情擴大的時候 我們要處理的東西非常的多 就是你是要爬一個整個站 並不是爬一個頁面而已 所以你要關注非常多detail的事情 好接下來我們講一下這個格式 那我們怎麼看這個檔案呢 它通常會有寫use agent 它就是針對說遊戲規則 假如說它會針對google的機器人說 告訴它你哪個頁面能爬 你的爬速度是多少等等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文件的部分 那我就會在一開始前面先跟大家講的是 我希望大家先搞清楚遊戲規則 再去爬別人的網站 好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尊重別人的server 好 好 因為如果你不尊重別人的server的話 它很快就會把你列為黑名單 然後你可能就 比較更迂迴的方式去爬那個資料 或者是它真的就把你的IP封住 那你可能就會要用其他的方式去避免這件事 那後面等一下會再說 稍微提一下 好 那選擇的框架部分 目前其實 現在最知名的框架就是這個框架 你可以看到說它從2008年6月就已經出來了 那它的程式法已經架構已經擴展到很大 所以它幾乎是應有盡有 就是它任何爬蟲會遇到的問題 它都已經有一個架構的存在 然後我們只要follow這個架構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做到一個很完整的爬蟲的程式 那就不會是像我們只是寫一個request 很單純的去發request 然後回原始資料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事情要處理 那可是因為這是 這是Python版的嘛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serve另外一套 是node.js可以用的 那這個框架叫 這個 SampleCrawler 那這個框架其實也蠻有歷史的 雖然它的community數量沒有很多 它從2011年就開始了 然後它的特色呢 就是用事件導向的方式來做 那事件導向的方式就是很node.js 因為我們都是處理一個trigger 一個事件 那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範例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它用事件導向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很容易去擴充我們這個 之後要寫的爬蟲程式 那它目前有一千多個星星 也是算是蠻熱門的 那它的文件完整度是 算是node的框架中 算是比較完整的 那其他的幾乎都是非常零碎 那當然說如果以 跟這個框架比較的話 大概當然是差別還是很大啦 只是說因為我其實 我也沒什麼選擇了 那除非你就是要寫開神聖的框架 好 這應該不能吃了 喂 好 然後 好 那這個框架的文件 其實我最近有打算要開始搜尋這個框架 因為這個框架的文件比較齊全 那我希望說可以透過搜尋這個框架之後知道 說整個爬蟲框架應該要怎麼寫會比較好 那整個文件 官方文件一寫大概有200多頁 好 那這個 我這個官方文件我有印下來大概才18頁而已 所以大概 一下就看完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們 之間應該是有差蠻多功能的 好 這邊 這邊就先跳過 好 那我介紹一下這個框架的特色 剛剛有講到 這是事件導向嘛 然後 它一個 我覺得很方便就是 它有一些東西是直接用Config設定的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實際的Sample 那它已經有一些東西是內建的 所以你只要用設定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Override 掉那些東西 那 它也會自動的遵守那個遊戲規則 那它會去爬遊戲規則 然後 有些規則 剛剛有講到 裡面可能會有限制Request數 然後還有限制 假如說User Agent 還有限制說哪些路徑是不讓你不允許你爬的 那這些東西 它會自動幫你 自動幫你遵守 這個遊戲規則 你就不用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假如說這個路徑不能爬 那當你爬到這個路徑的時候 它就不會去抓這個URL的Source下來 它會自動忽略 那甚至是它有做幫你做到Q的部分 所以你不用自己做Q 那還有非常多的功能 等一下講到Q的時候再稍微提一下 好 那還有一些統計分析資訊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一些 假如說你的Q裡面有多少個Q 或者是 假如說一個檔案中下載花了多少的時間等等的資訊 那它裡面也內建Buffer的機制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內建的 好 那目前 它的框架呢 我剛剛查了一下就是在一個月的時間內 有1萬多個人用 所以這框架也算是 蠻多人使用的 就相對於其他框架來說 那我大概有比較過 目前NodeJS的框架 爬送框架大概有 將近10個吧 不到10個 那目前就是這個算是 文件跟整體架構最完整的 好 那而且這個框架非常的小 它真正相應的模組只有這三個 那這一個呢 就是做一些URL的處理 那 第二個這個就是我們剛好講到的 遵守遊戲規則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它把那個Source爬回來之後 會處理一些 幫我們處理一些編碼的問題 就是我們可能只有爬 UTF-8的網站可能沒有問題 可是 並不是每個網站都一定是 用UTF-8 好 那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翻例 你可以看到說它 一個翻例非常短 大概這樣 可能不到20行吧 那其實這個 它已經涵蓋了整個架構 就是基本它要用的架構 那很簡單 第一行我們就是 就是我們把我們要用的模組 進來嘛 然後做初始化 那初始化的參數 你只要給定它 第一個路徑就是 一般來說就是Domain的名稱 然後它會用這一個第一個頁面 開始爬資料 那 等一下我會講解一下 它整體的流程是怎麼做 好 那 最常用的就是四個事件 這是我們必備一定會用到的 就是 第一個頁面在開始的時候 就是 你 進入第一個頁面的時候 會觸發這個 Event 就是你的爬從開始爬了 那 你進入了第一個頁面 好 這個Catch Start的意思呢 是 你 你已經有一個 東西準備要爬 然後丟入Cue 要開始要爬了 要 這個 這個事件的部分 這個事件的部分 每個事件的說明 我會在 等一下這個事件的 這個頁面再講解 好 那我們就這個基礎的四個事件 我們就已經可以完成一個框架 那其實我們只要說 針對每個事件中再去做一些實作的部分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事件接完 四個事件接完之後 你就是你的爬從開始這樣 那你也不用 像我之前有看你們攻略就是你們 可能你們還在砍了一個Express 實際上那是不太需要的 因為Express的話或許講說 你可能爬回來資料中 你要再開一個API Server 你可能會需要Express 可是其實你再寫一個爬從不需要就是做這件事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這種爬從框架 他已經會幫你處理好了 這些細節的部分 好 那我們講到事件 剛剛有講到四個事件嘛 他就是第一個事件就是 START 然後他會在你爬從開始的時候 會觸發 還有RESTART的時候 就是你中斷再開始 為什麼會中斷這件事就是 他其實這個框架裡面有包含一個 一個 算是功能嘛 就是他會凍結你的Cue 就是你可以先暫停 然後你可以再暫停之後再恢復 那我等一下可以講解一下 什麼樣子情況可能會用到這個功能 好 接下來呢 第二個也是我們很常需要用到就是 就是我們一個Link已經被丟到Cue了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從Cue把一個UIL抓出來 然後針對這個UIL把之後把Source抓出來 好 那我們就會觸發這個Event 那這個Event呢並不是把Source抓回來 Source抓回來是這個Event 那這個只是說 他開始要做這件事而已 那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功能是我們可能會需要用到的就是 他可以Override Request Option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 動態的去Override 掉 你等一下要發Request的Header 跟一些Maser部分什麼的 所以 這個Event可能也是我們會需要用到的 那 有可能的話就是講說 你不只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就 就 更換User Agent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你可以在Config設 可是 或許 你這次如果 都用那一個User Agent 你可能還是會被抓到 因為你都是用同個User Agent 發了 假如說 100次200次的Request 這樣還是很可疑 那可能你會希望每次的Request中 是帶不同的User Agent 那或許你就會 希望可以在這個地方 把Override 掉 好 那 這個事件呢 他就是真正把Source抓回來的 的階段 那 這邊要做一個就是 他這邊是 他 框架已經內建Buffer 所以他這邊 第二個參數 撈回來的東西 其實是Buffer 所以你要把它 ToStream 才是真正的文字 那這部分 你自己要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這樣 那 當然 我們有了 我們有HTNL的Source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其他框架來把這些資料 發射出來 那就是用這個框架 那等一下再繼續說明 那當然還有一個可能 要用到的就是 叫說 Error的部分 就是 因為我們發Request 並不代表說 我們一定會成功嘛 那有可能是對方Server的關係 就是對方Server太慢 或是剛好他在系統維護 或是 就只是網路不穩 那我們只是 這次發失敗 可能下次會發成功 那 如果 有任何那個 Request的Error 他都會 在這個Event 結起來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 後續的處理 你可能 可以記錄 下次再爬 或是什麼的 那 所有 就是 爬蟲已經做完所有探勘的時候 他就會 觸發這個Event 那就是代表說 他已經沒有 沒有事情要做 他已經爬完了整個站 那這個Event 也是你有可能會用到的 好 那 其實他Event 還有非常多個 那等一下我們 就大概整個架構講完之後 我們再稍微 review一下官方文件 還有什麼 我筆記中漏掉了這樣 好 剛剛有講到Config的部分 就是他的架構一個很 很 很友善的部分 像我們需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六度 六度空間 六度空間就是 就是你跟任何一個陌生人 之間不會超過五個 就是假如說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的朋友 那即使他是一個外國人 那你們只要跨過五個關係 都會有 都會有 彼此有 中間有 有牽連在一起 那 那這跟爬蟲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 因為爬蟲會幫你爬Link Link 他爬到這個Link之後 他會透過這Link的 拿到的內容 再去爬另外一個Link 那 所以 這邊可以讓你設說 你要爬深度多少 那 假如說你可能 你的東西是在 他階層沒有很高 沒有很 很深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爬三層 那如果這網站可能階層很深的話 你可能就要爬 最高到六層 你不設的話就是六層 那 這部分可以 你直接 調整 那他就會 去改變爬蟲 的邏輯 這爬蟲的演算法的部分 那 就你不需要 不需要去 自己去做這件事 還有 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不能發太多 次的request 就是不能太頻繁 那這部分也可以 直接從config去設 那 他會 他會去控制你的速度 然後你這邊是以毫秒為 為單位 那就是 1乘1000 或是10乘1000 那就是10秒發一次request 而且他request 他不會很笨的去發 就是因為 其實你10秒發一次request 一些 一些假如說方爬蟲的 爬蟲的模組 他其實也會抓到 因為你是太規律了 太規律其實就是機器人嘛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間隔的話 你也不可能這麼規律的 假如說就10秒發一次request 那你可能會必須要 或許10秒到15秒之間的一個數值 類似這樣去避免掉這件事 那 那 那一個好的框架 其實 他就會幫我們 做好這件事情 我們就不需要去想這些問題 那 而 併發數也是 你這邊只要設定說我併發多少 那他就不會在同時間去造成sever太大負擔 那你可以設5或是1 因為其實 我是覺得 大家如果 不是很大戰 其實就設1就好 就讓他慢慢爬 因為其實 就是 最好不要造成對方的 的伺服器太大的負擔 就是 我覺得爬從某方面來說 其實是一個駭客行為 就是你沒有經過別人的同意 就爬別人的資料 那做這種事呢 最好是不要太 引人注目 好 好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User Agent 部分 那如果對方的 遊戲規則中 沒有特別說明 那 或許就不需要去 override 掉 User Agent 那 有一些是可能是 你 你即使遊戲規則說了 你還是很 很想爬 那或許 你可能就會想要做一些 隱藏 就是隱藏你爬中的行為 或是 繞掉 嗯 繞開一些他的遊戲規則 或者是 等等的原因 你就會想要用這個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在 config的部分 就直接 override 掉 他的User Agent 那你可以直接設定 好 那 當然有其實 有更好的做法 那等一下會講解 那 他一個部分就是 抓取的部分 這個功能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 我們抓取 URL的條件 它這邊可以下條件 就是你可以自己定義 那 就是回傳 布林子 就是初跟 false 那你可以自己做你的 條件的定義 那如果回傳初的話呢 他就會把這個 URL的 source 抓回來 那就會 去一個到剛剛講的另外一個世界 到 這個的部分 這個世界的部分 可是如果你在 這邊 這邊回傳 false的話 他就不會到 不會到這個階段 當然也就不會到這個階段 因為他沒有開始 好 主要是可以針對 這個部分做配置 因為 爬從事 它是整個去爬下去的 它並不是像request的說 我們已經想說 我們會 假如說 以request來寫 我們一開始會怎麼寫 我們會去爬 假如說 分類頁 然後分類頁 我們會爬出列表頁 列表頁 在爬出每個 每個商品的URL 那我們會是一個 很明確的 很明確的行為 因為我們就是要爬那些 結構跟資料 可是爬從框架 爬的方式 並不是這樣 爬從框架 它的原理是 它先進一個URL 然後取這個URL裡面的source 再掃描出 所有跟這個 這個 頁面的對外連結 那 它 嗯 如果你沒有 override 掉的話 它只會掃這個domain 就是我們剛剛初始的這個 你設定這個domain 那 可是我覺得 它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是 它有一個config 也可以override 掉 你不要只掃這個domain的部分 你也可以做設定 那當然它預設是只掃這個domain 那 它就是用這種方式去 去 把一個一個的URL 丟進q裡 那 會不會 哪些可以丟進q 哪些不可以丟進q 就是以這個條件去定義的 你true的話就是會丟進q 如果是 如果是false的話就不會 就不會抓啦 這是抓取的條件的部分 那 它抓取之後 你可以一開始定義 可是你有可能會因為某一種 情況而你的抓取的條件會變的話 你可能就會想要移掉這個event 再重新 應該還有一個addit addit 我沒有列進來 所以你有可能會發生移除跟加入 然後這一個的使用方式 就是 這邊就是加入 然後這是移除的移法 就是你有可能會變換 因為你的抓取的一些演算法的部分 好 那我們把sauce抓回來之後 我們就是用這個框架 叫 chair.io這個框架 那這個框架 之前應該大家都有看過 有攻略過就是 它就是一個pastahtml的模組 那它使用方式很簡單的 原因就是因為它是用像jQuery的方式一樣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些我們熟悉的語法 我們不太需要學習 我們可以用css select的方式 直接就去處理的部分 那所以我這邊就不太 我覺得就不需要再補充 因為這個框架應該蠻多人都用過 那基本上呢我們就只要 講到剛剛接剛剛的那個event 然後把這一個buffer的 串列的sauce抓回來 然後丟進去就可以 那這邊你可以toString也可以不toString 因為原本這一個maser 它就是可以接buffer的 所以我就沒有直接toString 那你直接toString的話 其實就是從那個buffer轉成String這樣 那原理是一樣的啦 那當然接到文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處理 我們就是處理我們的結構的部分 好那文是最簡單的就是寫在裡面 可是實際上我覺得puffer這部分 應該也要被獨立出來 那我自己在設計這個架構的時候 我並不會把puffer放在你這個事件處理 因為其實一個好的架構 我們必須要把切得很細 就是我們Q是一個人負責 然後我們的去探勘的那個的人 是一個審是負責 那探勘之後資料抓取的人 我們剛剛有另外一個event 他也是另外一個程序去負責這件事 那其實puffer也是一個 我們一個架構的環節的一個程序 所以他應該要被獨立開來 所以真正puffer的部分 應該也不會放在這 你可能會寫另外一個程式 或是請另外一個為服務去處理 好我們講Q的部分 Q的功能他提供也蠻多的 好一開始 出發Q 好最簡單就是我剛剛講到說 他其實是從第一個頁面開始 然後之後他再掃這個頁面的所有對外連結 包括說這個頁面中有用到URL 或者是甚至是image 就是放在header的那些東西 他都會下載回來 他會先丟到Q裡之後 再交給另外一個event去處理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Q 因為如果我們把這些流程綁在同一個階段 那一定會有一個流程被卡住 因為我們掃出URL速度很快 可是你要發request的速度很慢 所以他是把整個架構式拆開來的 所以他是先掃開了之後丟進Q Q之後你會再依照 我原本設計檔裡面會說 我們幾分鐘會處理一次 那可能他就是假如說10秒鐘的話 你就會10秒鐘再去那個Q 抓一個東西出來處理這樣 那就可以把整個邏輯拆開來 好 那還有剛剛有提到就是他可以把Q先暫停住 再 再 解開 就是你可以暫時把Q停止這件事 好 常用 這個是 Q裡面的一個物件 那你幾乎在所有的event中都可以看到 他有回傳的一個這個物件 那這物件呢 基本上就是回傳一些你的 Response 的屬性 那基本的有 ID的話就是Q的 ID 流水號的部分 然後Path 就是 UIL 的路徑 然後 還有 UIL 還有 真是爬行的深度 那詳細的部分你可以看這個 這是我 稍微列下來的 那可能就是長這樣 那就是看你要取得什麼資訊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他細到說他有分 status 那就是你可以看你的event的這個 這個物件現在是 它的邏輯中的哪一個階段 然後 UIL 或是 現在深度是爬到第幾層 等等的資訊 好 好 我們剛剛有講說 就是為什麼要用爬蟲框架嗎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架構更更清晰 那讓每個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希望說每個 服務都是像微服務一樣 那一個結構 一個程序就是做一件事 單純做幾件事就好了 那我們會有什麼事呢 我們當然來看 很簡單來看 我們會有一個爬蟲嗎 我們會有一個 Spider 那它的責任是什麼 它的責任就是去瞭解這個網站的結構 那找出所有可能我們要爬的link 那它只做這件事 那Q呢就是做 Spider pass給它的UIL 那會 它就像NQ一樣 它會一直把它累積起來 然後它可以做歷史記錄的查詢 那可以做 暫時的凍結或解凍 Q 那 還有我們可能會做到一些event Event 那個Aero必須要Handle的部分 那有可能就是剛剛講的重發部分 然後重發 那重發幾次才算失敗 才算TIO 那如果你知道自己處理這件事 其實是很 很零碎的啦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 我們item item就算是一個頁面 就是我們目標要抓取的頁面 那item回來之後我們必須要passer 那這應該是用一個獨立的程序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邊是剛好我是看到一個 某一個人寫的passer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就是稍微再提一下就是 他會把那些passer的邏輯再抽出來 再弄成一個config 然後你就可以去reuse這些結構 就是我覺得他在想寫法還不錯 就是你可以再針對passer的邏輯再進行更深一層的管理 好 好這邊是一個很簡單真實範例 那這邊可以講應該是可以講 好 只是ANSN的 好 那他就是你可以稍微執行一下就是複製貼上 這有附冤尺碼 你可以直接把他跑起來你就會發現他已經可以趴到 那個SN的新聞的抬頭 應該是抬頭吧 那你可以看到說程式碼就只有這樣而已 然後你甚至沒有看到一些很細節的request 甚至我要怎麼去掃那個我想要抓URL的那個結構 我們都不需要做這件事 我們只要定義我們什麼樣類型的頁面我們要抓 那一般最簡單的就是假如說它是一個有結構的 有結構的網站的話我們可以直接抓URL的邏輯 那這是最簡單的 如果它是有邏輯的話 像這個就是新聞頁就是 它一定是一個 domain name接一個news 然後後面接一個可能新聞標的或是ID什麼 那如果只要抓新聞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下這個條件 然後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新聞繞出來 那非常簡單 這個就先調過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in me 技巧部分 那有這幾點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當然最常見的是我們要run the use agent 就是我們要不停的變換 那像有一個library它可以幫你做這件事 就是它其實裡面就是只是存了很多種類 然後你就可以不用去寫那些string 那裡面只是說它有一個library 然後隨機丟給你一個string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override掉 我覺得這可能更方便一點 然後還有一個是random cookie 為什麼要random cookie呢 就是假如說它一個網站 要登錄之後才能抓資料 可是你只要用這個帳號 一直用這個帳號去抓資料的話 它還是會知道是你抓的 所以有可能你就必須要建很多假的帳號 然後用假的帳號去替換 然後用假的帳號去替換 就是不定期的替換 去掩蓋你的行為 然後還有最常見就是 假如說你被lock你的IP的話 你可能就會不需要用IP policy的部分 去把你的真實IP隱藏起來 然後其實還有更 就是其實現在爬蟲 你知道 防爬蟲機制 不像以前這麼簡單 就是可能如果你現在爬 你覺得爬蟲很簡單的話 那是因為你爬的網站可能 他根本不擋 或是他沒有很大 所以他也覺得那無所謂 可是你真的在爬一些 很有價值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他們擋得很認真 就是我爬過幾個戰士 即使你用這些技巧之後 你可能還是會被他偵測成疑似髮 那他可能是用一些 其他東西 那我後面會補充到 我看到一個專門抓爬蟲的服務 運端服務 這就稍微帶過這樣 那偽裝機制就是可能 穿插一些正常人會做的行為 偽裝成正常人 就是因為假如說你去 passer一個網站的話 你可能假如說你只要知道 他的URL結構的時候 你就是會用URL結構去發 request 然後一直把它爬到點 那做這件事呢就不像正常人 因為你不可能會一頁一頁看 因為你可能會隨機亂點 所以你要偽裝成正常人的話 你可能就是必須要在你的演算法中 加入一些隨機亂點的那些行為 不然的話 你很可能就會被 被一些那種爬蟲的雲段服務抓到 因為他就是 他有一些機制會去抓 你就是爬蟲 因為即使你已經做了上面這些事 他還是可以有一些邏輯去偵測說 你不是正常人 好 那還有發送延遲部分也是隱藏自己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不會像機器人這麼規律的去發 request 那你可能就不會是機器人 那或許會做一些這樣的處理這樣 那這個部分的處理的話 如果你直接用request去寫的話 你可以改用這個request的 他會幫你限制那個併發數 還有一個我剛剛講到說 可能某個區段的延遲的發送 而不是精準的發送 他會幫你處理掉這件事 那可是當然如果你用這種 比較完整的爬蟲框架的話 是不用啦 因為他已經內建 好 從架構面來看的話 我們要寫一個爬蟲的 爬一個網站的話 我們可能會需要用到這些東西 但有些是option 那最基本上的話 像你可能會用request直接爬 或是你可能會像我用一下 用爬蟲的框架 那可能會比較 比較輕鬆一點 好 那爬出來之後 但最基本就是要塞進去 你可能會塞一些 NoSQL的DB 可能會塞Mango 那因為 他寫入速度很快 好 那 之後我們會面臨到的問題就是 快取的問題就是 你可能要處理一些IO的 減輕IO的存取的動作 因為 如果你每次抓東西就寫入 那 你應該很快就壞掉 就是你一直在 針對IO的存取 那 實際上的話 我們抓回來是 有一些東西可能我們根本不需要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記憶裡面處理 那可能在Cue的時候就拋棄掉 那根本不需要存 或是我們只存 我已經處理過的資料 那這些東西你可能就會需要用到一些 Memory Database的部分 那 可能會用在Cue的地方 你有可能會用在一些 現在突然想不起來 好像就是 你可能會用到一些快取 好 那 只要爬回來之後 我們是要DB 那我們會 假如說我們要開API出去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那個 search engine的框架 做一些全溫 全溫檢索的部分 那會用這個東西呢 主要就是 你會想要做一些反正規劃 因為我們塞入DB的資料 我們可能是關聯式的 那可是關聯式資料庫 我們就會有很多糾引嘛 那我們 可是並不是所有 所有DB的資料都需要被查詢 那我可能 要查的部分 再把這些東西再做一次反正規劃 然後塞到我們的 search engine的部分 那我們可能會把它 好幾個table join的東西直接打平 那就會打平直接可以查詢這樣 那速度就會比較快 然後 它當然除了 這部分的話 你search engine 它有一些它自己的特色 就是可以幫你 框架會幫你處理掉一些麻煩的事情 好 那 因為 這個框架很完整 Scruffy這個框架很完整 那它有一個架構圖 那我以這個架構圖來講說 我們一個 爬蟲必須要處理哪些事 或是怎麼 怎麼處理這些事 的資料流 好 我們 會有第一個 Spider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 爬蟲開始 就是對應到這個地方 如果以我們這個框架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指這個步驟 就是開始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動作是從這裡開始 然後它有一個engine engine的部分其實就是指爬蟲框架 那爬蟲框架它就是會 處理很多問題 就是我們只要針對config做設定 然後我們只要針對 事件後續的處理做定義 那 這engine就會幫我們處理掉一些 跟其他component溝通的問題 好 那一開始我們就是發會發一個第一個request 就是我們的 或許首頁部分 那就是第一 第一條線的部分 之後呢我們就會把我們的 我們這個頁面 的request 放到一個 一個算是什麼 schedule 的component 那就是有點像queue的部分 然後之後呢 它會做request回來 那如果 第一只有一個queue呢 它就會馬上做 因為它就是 它後面沒有其他要等 它就會馬上做 就會發request回來 好 接下來呢 你就會要抓它的sauce 這邊是真正抓sauce部分 它這邊只有掌管的排序 就是queue的部分 就是 誰開始要抓 那是從誰開始 或是它的順序的部分 因為其實 加入queue之後 其實queue也是可以被 更改順序的 就是如果 如果你真的要抓 你可能會說 哪些 哪些URL要優先抓 所以 或許你會再 更改 queue的邏輯 就是你會更改 queue的排序 然後之後呢 你才會真正抓sauce部分 是到這個步驟 download部分 是指你把那個sauce抓回來 然後之後回來到第六個步驟呢 就是 spider 你抓了sauce了嘛 是不是sauce裡面有很多的連結 那很多的連結 spider要再去抓一次 那spider 不需要passer說 你要回來的html中的sauce中 有沒有其他對外連結 那spider會去整理這些資料 再丟給engine 就是我們的passon框架 passon框架再給我們的 掌管說schedule的部分 之後呢 才會進入到我們最後一個流程 passer 我們的sauce中 接取我們要的資料 那 這一個component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拿到我們的html sauce之後 我們把我們html的結構pass出來 就是可能 我們只要標題 我們只要圖片 只要描述 或是等等資訊 是 由這個component做處理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架構是 這個框架的架構是很完整的 那以我們 我們假如說用node的這個框架 它並沒有很這種很清楚的component概念 你必須要自己去實作 當然它有一些給一些基本功能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其實有cue 然後我們也有這個event 然後我們也有這個 好像沒有很明顯的這一層 可是我們可以計時做 可是它架構就沒有這麼明顯 那除了 除了我們實作的部分之外 我再補充一些 就是其他的理論部分 就是 我們現在做的東西都很手工 就是我們去趴結構 其實這是就是 很原始的方式 就是我們先撈sauce回來 然後手工處理 那我們就必須要處理它的結構 可是這個問題是在於說 結構一改變 我們的程式碼就要跟著改變 所以這是很手工的方式 那如果真的對方不想要讓你抓資料呢 它那個結構會經常性的變動 它會把ID改掉 會把class改掉 會把html這個結構改掉 所以它會讓你一直去 不停地改行你的parser的演算法 那這是一個很手工的方式 那更進階呢 它就是有一些就是那個 機器學習的部分 那這是更進階的部分 那自動搜集的部分就是 它用機器語言學習的方式 它已經不parser結構了 它可能是直接用content去學習 那這是提一下 就是現在未來的議題 就是我們現在只是做純手工的部分 可是其實就是機器語言的部分 也是也是未來一個很大的主題這樣 好我們剛剛只有看到第一個爬蟲 那其實並不是只有一個爬蟲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爬蟲 其實是一個這個爬蟲 算了 所以它是一個針對一般性沒有特地目標 那它是一個全面性的爬 那頂多是我們設一些抓取條件 那它會針對一些結構 頁面的部分去做分析 那可是爬完之後呢 我們還有 我們爬蟲還要做其他事 就是我們爬出來的時候 只有爬最基本資料 那我有最基本資料之後 那我還要處理的問題就是更新 那更新的話 假如說它針對特地目標抓取 就是你已經有基本的Base了 就是你有基本的UIL 然後你要再針對這些UIL做資料更新 那可能也會就是需要一個 這類型的爬蟲去處理 那之後呢還會 假如說你這網站很大 然後你每次都針對你已經爬過的資料做更新的話 還是更新不完 因為是像有些很大的賬 可能商品業就有六十幾萬筆 那你就是六十幾萬筆 然後它又會有 你又不能發 request 數太快 因為這樣就會造成對方生活負擔 還有你可能會被抓出來 那你就根本不可能去一直 refresh這樣的資料 因為你每次都要一次巡迴是 假如說六十萬筆 那你每次每個UIL大概重新抓一次的話 是可能要好幾天的時間才能抓完 所以你就會可能會針對一些增量 就是長期變動的頁面 然後你只去針對這些頁面去偵測 去更新的部分 那它是一層 那deep的部分是指講到 就是有些頁面是它必須要登錄 才能撈出來的資料 那這也是一種爬蟲的種類 那這個是我從一本書上看到的 那就稍微補充一下 給大家知道 好 策略的部分呢 呃 行為 好 策略 行為策略 選擇策略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選擇要下載的網頁 因為如果我們爬行所有東西都抓回來 那我們會做很多不必要的動作 就是我們明明不需要爬這個類型的網頁 假如說我們進一個網站 它是有新聞還有商品 那我們只要爬商品資訊的話 那我們就不需要叫爬蟲去爬新聞的部分 它是一個不需要做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有選擇策略 那重新訪問策略呢 就是剛剛有講到的頁面變化 然後禮貌策略就是 我們剛剛如何避免 太大 server 太大的負擔 那並行策略剛剛講到就是那個 並發的部分 就是 request 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 假如說我們佔 假如說60萬筆 那60萬筆呢 我們除了併發之外 我們還要做一些分三式的架構 我們可以可能做了 10台或20台的 server 然後同時去抓 那它可能 那這20台 server 都會有不同的 IP 那他們就會有不同的 IP 就是去抓 不然你光靠一個機器 你可能 就算你 render IP 好了 你發 request 速度還是有限 那還 甚至是你可能會 碰到一些 假如說我們程式的極限 那我們就需要 做一些分三式的架構去處理 那抓取策略的話 這是針對 我們剛剛講說爬蟲框架是 它會有一個初始頁面 然後初始頁面之後 它第一個做到的事就是 掃出所有的外部連結 然後接著呢 你有兩種選項 第一個就是廣度 一個是深度 那廣度呢 就是針對這個外部連結 的所有連結 記錄起來之後 再爬一層 之後 這有點難解釋 就是爬一層之後 就會再把 這一層 下一層的URL 累積到Q之後 再回到上一層 去爬它原本累積的URL 那這是廣度的部分 它以廣度為優先 那深度的話 深度的話就是它會 進入一層之後 再進入這個一層的下一層 就會一直爬到最深 之後再回來 好 那 比較詳細的說明 可以看這個範例 這個 有一個blog 我覺得它講的還滿好的 就可以看到寫 它爬行的策略 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這篇文章 對 大家可以搜尋這個 寬度爬蟲 這個是 一些 防爬蟲文章 這部分我還沒看完 你就先跳過 好 大致上是這一樣 那 我剛剛講說 我們在review一下官方文件 好 這邊應該都有剛好介紹了 好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射時間的部分 然後這是病發 然後這是深度 深度你可以射一到六 那一的話就是第一頁而已 然後事件部分我們剛剛只有列四個 可是實際上它有 將近 該有 將近二十個event 你可以再挑你要的event 處理 好 然後 好 config的部分我剛剛也只有列 好像列三四個 那 你可以再看 這細部的說明 像剛剛有提到一個 domain的部分 就是這個 你可以override 掉 你可以只抓這個 domain下的 還是你要抓 不只這個 domain下的 你可以去設定 你可以去設定 然後有一些是編碼的問題 然後這個是 它 預設是會遵守 遊戲規則 但 你可以把它 disable 掉 就是把它設成 false 然後 這邊有catch部分 那 它自己內建有catch機制 那 可是你也可以 override 掉 或是用其他的 library 都可以替換掉 那 剛才有講到 ip proxy 那這部分 它有提供功能 直接讓你用設定方式 就可以完成 那 你就不用再去 實作這件事 好 config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我記得還有一個 config是site cookie 可以稍微 了解一下 好 然後這個剛剛講到 這是抓取策略 就是你可以 定義的抓取策略 有一個 edit的 master 一個 e2的 master 然後download這個策略 我先跳過 因為我覺得它文件 文件寫得很很短 然後我自己寫sample去測 也 也分不出 它download跟 跟抓取的差異 我覺得它文件有點太 太簡略了 所以這是也是顯得文件的重要性 好 這邊是 你手動丟Q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用它的 策略的那種演算法 你可以 自己做 或者是甚至是 你可以假如說 我剛剛講說 你有可能是已經爬過了嗎 你已經知道路徑了 那你可以直接丟路徑給它 它就不用去探看 那有很多這種 細節的部分都可以 可以做到 那像這個是 它有給一個很基本的 統計資料 你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有多少在Q裡 然後已經處理了多少 甚至是 你可以下一些 去查Q的資料 然後這是剛剛講到說 它會 凍結Q 或是 releaseQ 那你有可能用到的情況下就是 像 我之前有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它說 你爬蟲 你不能一直爬 因為假如說 你一直爬就不正常嘛 就是誰會凌晨三四點還在線上 那你凌晨三四點還有request 那一定是爬蟲 所以那你有可能就會 一段時間不爬 那你就先把你這個 這個Q 縮起來 先凍結起來 然後可能你可能再設個時間 再把它解凍這樣 那你或許就會用 需要用到這樣的功能 那這是 好 這是Cookie的部分 那Cookie的部分就是 你會用到 像有一些登錄的網站 你會登錄之後 你會拿到一個Cookie 然後 再把Cookie的東西 塞進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Event裡面 然後 這個是 Source部分 這裡跳過 有一個範例還不錯 下面是 這個範例是還蠻完整的 它這邊範例是講的有登錄的部分 就是剛好講到說 你可以看到它後面邏輯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 這不是完整的code 因為它有一些省略 省略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code 貼起來應該是不能自信 那可以看到說 假如說你 這個網站是必須要登錄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 它做法就是 你一開始也是發一個 第一個request 然後 request之後 你把Cookie 塞進來 然後你就 真的做一個登錄的動作 就是 name跟value 就是登錄動作 之後 再把 Cookie塞進去 然後再開始 我們的爬蟲 那你這個爬蟲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有Cookie了 那就這有點 就是像登錄狀態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 喔 其實我帶大家大概導覽過文件 因為我覺得它文件還是太少 就是我試了一些東西 就是它文件交代的沒有很清楚 然後這邊可以 看 稍微看一下sample code 可是有點舊 我幾乎都執行不太起來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邏輯的部分 好這邊有講到一個就是 用 的範例去改 那你可能 你會用Selene 你可能或者是你會用Nightwatch 也有可能 那基本上你就把 這個地方 替換成你習慣使用的 的框架 那等一下我會DEMO一個 一個部分 告訴大家怎麼 把Selene塞進這個框架裡面 那不過那個部分 就是 可能錄影要先關的 好 看有沒有其他要補充的 嗯 要開始DEMO了嗎 等一下喔 看一下喔 看一下 我提外話差一個 就是 因為我發現 英文不是有英文讀書會嗎 有 那個 就是你用那個 Google的那個發音啊 實在發的很 很機器音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使用一下那個 MAC內建的 它內建其實它就有 內建一個發音功能 你可以在那個 系統設定的地方 看到一個 這個 聽寫跟語音 然後這邊有一個快捷鍵 然後 你就只要用這個快捷鍵 就可以做到我剛剛 剛剛做的事情 就是像 假如說你這個 字不會念 你就選起來 然後用那個快捷鍵 它這個是真人發音 就不會是這種 很 這還比較 好一點啦 就是有一些音 其實是沒有真人發音的話 你用Google的那種功能 就會 聽起來很乖 好 那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可以 暫停一下那個錄 OK好 我先暫停囉 我先暫停囉